涂晓蒙边筹备婚礼 直播事业也没停下 今天她去探店 她身着一袭剪约而时尚的白色连衣裙 裙摆随着她轻快的步伐微微飘动 宛如一朵盛开的百合 她迅速打开直播 对着镜头兴奋地说道 亲爱的宝宝们 今天我来到了这家被受瞩目的网红餐厅 大家看这复古的木制地板 每一块木板都经过了岁月的打磨 泛着温润的光泽 搭配着华丽的水晶吊灯 那璀璨的光芒如同繁星坠落 是不是超级有氛围感 瞧这幅 色彩斑斓的笔触仿佛是画家内心深处情感的宣泄 还有那幅 细腻的线条勾勒出了梦幻般的场景 还有这雕花的窗帘 那精致的图案栩栩如生 透进来的光线都显得格外柔和 真的太适合拍照打卡了 走到餐桌旁 小萌优雅地坐下 对着镜头微笑着说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菜单 这里的菜品看起来都十分诱人 他仔细研究着菜单 手指轻轻划过每一道菜名 眼神终充满了期待 最终点了一份特色套餐 不一会儿 美食备端上桌 那精致的餐盘犹如一件艺术品 盛放着令人垂涎欲滴的佳肴 小萌眼睛发亮 对着镜头说道 哇 宝宝们 看看这精美的摆盘 简直就是艺术品 这道主菜 色泽金黄 表皮酥脆 香气四溢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品尝了 说着 他拿起刀叉 小心翼翼地切下一块 放入口中慢慢咀嚼 脸上露出陶醉的神情 恩 口感外酥里嫩 调味恰到好处 香料的芬芳在舌尖绽放 真的太美味了 小萌结束直播后 脸上还带着兴奋的余韵 她微笑着向直播间的观众们道别 关闭了直播设备 然后轻轻地伸了个懒腰 说缓一下一直紧绷的神经 极力发丝俏皮地贴在她微红的脸颊上 小萌一边走着 一边整理着自己的包包 脑海中还在回味着刚才直播中的精彩瞬间 走到路边 她停下脚步 准备打车回家 目光随意地扫过街道 就在这时 一个有些熟悉的背影从她眼前匆匆走过 小萌心头一紧 下意识地黄芒跑过去拉住对方 大声喊道 红灯 那女子被这秃如其来地一拉惊了一下 身体微微颤抖 随即反应过来 林芒说道 谢谢 当她转过脸 小萌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秋子 怎么是你 秋子看到小萌 脸上也露出了惊喜的神情 原本暗淡的眼神瞬间有了光彩 是小萌呀 秋子 你怎么在这 小萌好奇地问道 我家就在不远处 秋子微笑着回答 脸上带着一丝倦意 你们什么时候搬到这了 小萌接着问 刚搬过来没多久 为秋子说 我生了孩子后 我爸妈觉得我们原来的房子小 就在这边又给买了一套 原来是这样 那挺好的呀 小萌回应道 眼神中透着关切 你怎么在这里 秋子反问道 我今天来探店呢 说完指了指刚出来的那家店 小萌笑着回答 笑容阳光灿烂 两人站在路边 继续聊了一会儿 小萌 附近还有一家很好吃的甜品店 要不要去尝尝 我请客 秋子说道 眼神中带着些许期待 小萌犹豫了一下 想到自己还有些工作上的事情没处理完 还有自从秋子和金星前男友少议沉在一起 他们就很少联系了 但看到秋子那渴望有人陪伴的眼神 又有些不忍拒绝 秋子似乎看出了小萌的纠结 赶忙说道 小萌 有时就下次吧 没事 脸上闪过一丝失落 小萌连忙回应 哎呀 没事没事 工作得是晚点弄也行 甜品的诱惑我可抵挡不住 于是 两人并肩走向那家甜品店 一路上和秋子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 微风轻拂着他们的发丝 阳光在他们的身后撒下细碎的光影 到了甜品店 店内弥漫着甜腻的香气 温馨的装饰让人心情愉悦 淡粉色的墙壁上挂着可爱的卡通画 木制的桌椅摆放整齐 两人找了个安静的角落坐下 秋子熟练地点了几款招牌甜品 不一会儿 甜品陆续上桌 精致地摆盘让人眼前一亮 小王看着对面一脸憔悴的秋子 忍不住问 秋子 你怎么了 久不见了 很久不见了 秋子 感谢观看